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永信 我是若凡 我们今天要来见证 神的爱是拯救 神的爱是拯救 曾经我们都不敢想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能够拥有幸福 我们是一对平凡再也不过的夫妻了 我们渴望的一件事 就是很单纯的幸福 但平凡的幸福谈何容易 不过我们在基督里面找到了 在过去我的君子生涯当中 因为太重视和亲信朋友 财务一塌糊涂 被倒债 投资失利 不仅用尽了钱财 进入了负债的人生 甚至连累了无辜的家人 也因此结束了第一段的婚姻 对于生活的一切都失去了盼望 对于婚姻爱情更不敢再失望 与亲友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的疏离 我在人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感觉我的人生非常的失败 我曾信到算命 愿旦既然是上辈子欠了债 这辈子的人生也只能任命 像我这样的人 太太会离开 亲友会疏离 都是理所当然的吧 我有什么好愿的呢 我对自己 对一切都感到失望透顶了 我从小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极权的大家庭 奶奶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是否被爱 被疼都在她的泉下 于是我生活在两个家庭中间 一边是生的 一边是养的 双辈的爱里应非常的幸福 但内心却没有归属 因着渴望这份归属感 很早 在23岁我就进入了婚姻 但婚姻的现实 却把我推入了情感的幻灭 由于婚姻中经历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 对于不轻言放弃的我 我结束了结历了十多年的婚姻 从小到大 总是不断的会遭到嫉妒 陷害 比较 真敬 出社会后 即便蒙权柄的喜爱 却被同事深深的伤害 情感也不断的受挫 于是 逐渐的我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 甚至怀疑我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世界对我这么不公平 是不是只要我关闭心门 我只要拒绝 就可以不再受伤 我持续的穿梭在忙碌跟生活中间 天天戴着面具 并且 并没有人知道我里面已经是遍体鳞伤 整个人就好像精神分裂一样 白天面对世界微笑 晚上却进入极度的悲伤和痛苦 有幸和我原本是社区的邻居 并不相识 因着朋友的缘故我们认识了彼此 这时候我们都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 我独自带着两个孩子 又要面对百般的压力和折磨的痛苦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解脱吧 我尝试着用尽各样的方法 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明知道不对劲却无力反抗 只能说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感谢神 孩子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 但究竟有谁能够帮帮我脱离这死亡的枷锁 在许多无尽的夜晚 我总是向天来祈求 我知道若凡被这个世界伤得很深 但我自己何尝不是呢 但自身都难保了 我真心的希望有一个信仰 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个人的伤痛 但我明白这个力量绝对不是一贯道 因为我承认这个信仰 并没有深刻到能约束我旧有的肉食 因为一贯道并不曾改变我个人 更别说是改变我的命运 甚至没有办法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却要我一辈子任命的背负着罪恶的包袱 透过吃灾念佛行善及功德 来偿还累世的罪债 我自认为我还不起 索性就放弃了吧 我心中能有个奢望 就是有谁愿意来帮我呢 他听见了我们的呼求 上帝透过我的弟弟 突破万难的来找到我们 他向我们见证神 如何在七天的时间 帮助他的婚姻死灰复燃 仿佛这个时候神的能力进到我的生命当中 他为我打开了眼睛和耳朵 我突然听见了上帝的能力 看见了他在我弟弟家庭所施展恢复的大能 我看见一位爱我们的神 活化在我弟弟即将分崩离析的家 我的心非常的震撼感动 仿佛是上天给我的一线生机 我不想再像行事走肉一样的活着 我也不想继续孤单的 活在痛苦的暗暗里面 我根本不想活得一点价值都没有 有一股力量催促着我 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 而我深切的明白 这就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在弟弟的引导下 我们一起进入了教会 神的爱释放了我们 在我心中对于传统信仰带来的罪疚感 是我最沉重的包袱 也因为这样 我宿命地认为 我一生一定会凄惨落魄到底 但是在遇见上帝的那一天 神接着牧师 释放我的心 也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句话让我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亲神 我决定接受这位赦罪的神 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信仰 可以这么明白地告诉我 我过去的不好 所有历代祖先的罪债 是可以被赦免的 何等感恩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重生的机会 我必须快快地来抓住 那一天 神的爱不断地充满我们 牧师问起上帝是谁 有一个五年级小女孩 轻轻举手 她说上帝就是爱 这句话敲打着我的内心 我不禁善然落泪 在世界里面 寻寻觅觅的 爱叫我伤痕累累 为什么这份爱 我要恢复你 我要医治你 在那天 我的泪不曾停止过 音乐中有个声音 在我的耳边 轻轻地对我说话 奇妙的是神带着我 重新走一遍 人生的历程 他为我一一数算伤害 但是他对我说 孩子原谅他们吧 当时他就这么告诉我了 如今更能明白 神的赦免 就在我愿意选择 饶恕那一刻起 我的心自由了 是这个决定 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我走出教会 这个世界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光彩 奇妙的是 我能感受到呼吸 心跳 我有感觉 我不再对这个世界惧怕反感 我看到了天空 并且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 我知道这是天父 给我们第一份最大的礼物 我们都得救了 感谢神 感谢主 当我们走出教会 我们心中